国内的猪肉价格受到小猪肠胃炎暴毙的影响持续上涨 猪肉每公斤的批发价已经涨破83元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涨幅将近20% 弄委会表示即使受到疫情的影响 猪肉短缺的现象应该到六七月才会浮现 现在的猪价明显有人为操作 将要连同公平会展开调查